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到了匪夷所思的时间 今天是新众要求重开的系列 其中一个就是 Back to School 学校之匪夷所思 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了 这位叫Kin Ki Chong 他说 记得读中三时,课室是不允许食物的 所以一到小试,课室门口的走廊 就会变成我们吃早餐的地方 当时是冬天 我一直在吃菠萝包配上热热热的维他奶喝的时候 看到对面位仍太似忌安 性格上充满江湖气色的男同学 又是在吃包 但他手上拿着那罐绿色的饮品 小看下,竟然是起力 接着他用一个很串的口吻和我说 吃面包肯定是配起力 当我还匪夷所思的时候 小试仪很快结束 上试时应该有人报寸 说给班主听 有人在酒廊喝酒 于是当场就寄了一个小课 给这位喜欢喝起力送面包的同学 其实小课也不是很严重 我想起一个起力送面包的朋友 一位朋友 那里真的是我刚刚拍第一部电影 叫做《互动山子》 那大家都知道是谁 是的,那个导演 特显成导演 他真的是我们拍到天亮 他每次都是我们 就真的是维他奶 送菠萝包麵包 他真的每天就是起力送面包 看到他就是这样 可以吗? 在学校喝起力也是贵的 那位学生也应该有点钱 我当时也应该称到的 我比较便宜的学生 其实我们没有人贊助我们 所以才是没有 哦,这样吗? 那我就不说那个 那这个是起力送面包的 接下来,这个人叫聪吵 他就说 小课当时不做功课 给班主任 拿出来问 你是特意还是故意? 这个问题本身也有问题 你是特意还是故意不做功课 那时候联盛无知 只是懂得特意为什么 那以为故意就是特意的相反意思 我回答故意不做功课 之后我就被人罚楼堂 被家人打得飞起 那几天再问家人 故意是为什么 我才知道被老师睡了 我真的 故意不做功课 哈哈哈 老师都用心灵 不会用这个方式 令他认识故意是为什么 嗯 好了,接下来就是 V 这个是学校 斜尔所思 不要开名 听朋友说 前年上zoom的时候 那帮同学为了上课 上小镇 每天到课前十分钟 都骗阿sir说 今天有同学生日 骗得这样 然后阿sir真的信他 跟他们说 Let's sing a birthday song for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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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真的超过比尔所思 为什么阿sir这么好 真的会信每天都有人生日 我觉得他不信 他会跟你们玩的 你说生日好 那我怎么唱歌 那可能阿sir都想上小镇呢 是啊 可能也是 但都挺开心 是啊,我觉得都挺好 好,接下来就是 一人一个学校比尔所思 喂,不要开名 我教外国中学生中文 有年中五考考试 其中一个小题目是 你喜欢家中哪一个房间 中五外国学生答到那一条 他就说喜欢洗手间 那我就循例都会追问 为什么喜欢洗手间 他看着我不回答我 我以为他不明白 我就放到很慢 再问他一次 为什么喜欢洗手间 跟他对望了两秒 他回答 因为可以打飞机 空气突然安静了 应该隔两三秒 我叫学生离开市场 这个对答我 是有比分他 始终他是有用中文回答我 哈哈哈 事后我问他 明明打飞机为什么 学生说明 但他不是特意说 因为他不记得洗澡 和开大小的中文怎么说 打飞机是他老内唯一的声音 哈哈哈 他对 他也是有中文回答你 对 请你再打多一个 接着这个叫做 我是在澳洲读中学的 很有印象 当年上上课 突然看到一只牛 在课室外面狂奔 哈哈哈 哈哈哈 当我还在想 WTF的时候 有个学生追着牛 大喊 HELP IT GOT AWAY 下一个画面 就已经是 几个班房的学生 冲了出来 一起追着牛 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牛 跑到教师停车场 撞了其他车 才捉得饭 原来学校有一只牛 是因为有一科 是讨Agricultural 那一个科的学生 有时会walk the cow 不知道哪个老师的车 被人撞了 但我一直都想知道 他报保险的时候 对方的反应 但我觉得 在澳洲 被动物破坏 或者什么事 拿保险应该是很平常的事 是啊 澳洲有很多很奇怪的动物 因为他们真的到处走 是啊 就是你家厕所 突然间有一条鱷鱼 生头上来 或者一条蛇都可以 我们可以问一下KB 下次他在澳洲读书 你看他有没有walk the cow 是啊 好 接下来就说 喂 不要哭吧 中学时期有个同学 不舒服想吐 哎呀 糟了 又是说吐的东西了 我叫他快点去厕所搞定 但厕所距离货室太远 他的臉突然 脏起来 我叫他忍住 不要口爆我 因为我和他很好的朋友 他考虑要保护我 就冲出货室门口 在最近距离的走廊 向地下栏 我来货室在四楼 他的吐动物就好像轰炸机 这样直落 当时是小息时间 哇 很多学生在球场 有个女同学 那个头吃光 他是学校的校花 噢 my god 除了他 没有人知道哪个吐到球 哇 校花应该永远都要担遮外出 这个画面 其实是很肉酸的 是 我试过吐 但没试过吐到街 在学校 我吐到同学的书包 也不认为 他们 basics 没有你口气 会并突然的 而是要� towers 但是可能这个动物太大了 哈哈 这个动物太大 所以我想把 所以他的生意是这样 嘔 虽然唬的高峰 像是这样 是對象之一 我不記得了 接下來這位叫做 Karen Chang 老一輩的老師說廣東話都戴 康音 康音 有次上了一堂 高雅Sir突然派了黑板 即是那些人派了黑板 大叫聲 這些女生不要在下面色情 整群立刻都靜 那一堂也很靜 因為大家都在想高雅Sir 究竟說什麼 是有些同學討論得出 就是 你們的女生不要在下面談心 哦 另外還有一個數學 阿Sir教幾何的時候 經常都說 集個兵 哈哈哈哈 慢慢才知道 原來她是說直個兵 哇 這個像我媽媽 我媽媽的時候說 今天我下午吃了春卷 馬太頂 在哪裡吃? 好吃嗎? 沒得到,口說在哪裡吃 馬太頂 她是想說馬丹亭 哈哈哈哈 接下來是徐謙 當年小鹿 有一天課室進入了一隻大蟑螂 曉飛那種 那些是飛蟑螂 真是很難亨討 全班都害怕 當時她還潛伏在班房最側的櫃裡面 班裡有一位女同學 突然衝出來走到他的櫃島 徒手捉著蟑螂 接著一念起語 好像捉到獵物 一手拿著去到班主任面前說 阿Sir我抓到了 阿Sir立刻就回覆她 哈哈哈哈 那你還不殺了她? 哈哈哈哈 各位女同學 就一句 哦 一手把蟑螂捏死她 全班都聽到那一刻爆發聲 哇 女中豪傑啊 試過飛 就撞過下來 就在客外景 有一個很舊的帽子 即是那些 又不是廟 總之是一個石屎的地方 那我進去 突然間有東西 就撞過來 幾隻東西 接著不知道什麼事 接著開燈 真的不知道 因為裡面有很多蟑螂 這位叫YLC 她就說 喂 學校之秘儀所思 記得學校校服署 有一塊板 貼了一張失物認嶺的通告出來 雖然我沒有不見東西 但也八卦一下 看看別人不見了什麼 很記得第一行 失物是 假牙 什麼 想不明白 假牙是怎樣為失的 放在嘴裡 即是說話飛揪了出來 接著就不理會了 而且學生應該比較少裝假牙 可能是那些校工 好啦 我知道 可能她假的樣子有幾副 她假的 但我欣賞學校的校務處 是不管了 照擺一下 對 照擺一下 可能那隻假牙不是 可能不是人蝶的道具 應該你不懂 好吧 我們繼續 接下來就是 嘻嘻 別開名 話說我接下來的學校經歷是我舅父的 我聽我婆婆說的 她在我小時候 因為搞雙禮 就學會玩接元寶 但那時候她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因為有多了的紙 她就偷偷地拿紙回學校 接完元寶 那時候還做個派給同學 送給老師 老師收到之後就問她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舅父就回答 不知道 老師就跟她說 老師現在不需要 哈哈哈 然後老師發現原來 我舅父派了給很多學生之後 立即開廣播宣佈 如果你有收到元寶接紙 請立客歸還給老師 應該是免得讓家長知道 他們的子女收到這樣的東西 對 人家接星星 她接元寶 人家那些放在一旁 她那些要放在一旁 一堆大袋子 這個又是叫做 Wiii 不要開名 她就說中學有個佛學missi 當年約四十多歲 請假去了接慈珍希的機 不知道她是射球還是有身價 但是就被娛樂版拍到她 不幸入鏡 搞到全校都知道她請假去接機 然後她上課說要 斷除煩惱 貪真痴 我們就在這裡唱 大長甘 哈哈哈 哈哈哈 不知道是否教開佛學 是比較豁達的 這位missi試過 還沒拉好負鏈給同學提醒 她嘗試拉好都是卡住 最後她很豁達地說 算了 不拉了 繼續上課 很厲害 我當時有聽過台灣 一個很出名的法師 她好像移民了去美國 但當時就說 那個法師 大假法 然後就去夜總會 她又說吃肉 就被人家知道了 然後就說出來 然後就問她 那她就說 所以肉到了我肚子的浸 就是牛肉 那摺機好過那個很多 接下來就是 又是不要開名的 那她就說 還有一個六張東西的教數學 阿蛇 聽力很差 經常聽錯東西 當年輕玩陀螺 有一次 一班同學上課 聊天 如何砌陀螺 和放學去哪裡玩陀螺 阿蛇突然間大聲對著 芭蕾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要說婆婆 但我聽到誰在說婆婆 我就帶她去見訓 就是這樣 我們全班男生在過年聊天 都用婆婆這兩個字 做大陀螺 哈哈 喂 我們放學 怎樣去砌的婆婆 對呀 去哪裡砌的婆婆 當然不建議 當然不建議 這個可以開名了 是的 這個可以開名 但它的名字也挺厲害的 這位叫做 Hamster is the best 是不是你來的 狗姆 是不是狗虎 好了 她就說 喂 我的數學阿sir 真的很可愛 她是那些年紀偏大的阿sir 但很nice 上數學堂 沒有人在聽 都是自己做數 但她整個動作真的很神奇 經常在走廊看到她的手 雙手抱著紙箱 竟似被人解僱了 她說話很慢 但是教得很快 事關她英文不是那麼好 但是上課堅持不講中文 別人重要的東西說三次 她說八次 真心 而且 頻出金句 例如 If you ask me why I know Because I know 我整個華人問號 還有一個開始說新課題的時候 就說了一句 坐穩了 又說不講中文的 認真 如果我小學是她教的 我應該會挺喜歡甚麼 她堅持不講中文 但她後面的對白 全部都是中文 坐穩了 她又不講英文 可能不懂 坐穩了英文是什麼 狗虎 Sit Stable Y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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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喂 不要開名 謝謝 話說我和朋友上課 都基本上是吹水打機多 有誰不是 有一次我們吹吹吹吹水 都不記得是在說甚麼 就在說 打飛機 都不記得在說甚麼 就在說打飛機 誰知道我們的聲量太強了 而老師又很有意欲地想加入我們的話題 於是他就拿著咪咪說 我都有啊 我老婆經常幫我打 他做護士的 對 於是我們全班 本來吵到拆天的同學 剩下三秒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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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起笑到混蛋 到最後我們每次上那位 阿Sir堂 都循例問阿Sir 一句 阿Sir今天你打了沒有 他都回答 打了 最愚蠢的是 去到學期後 我們有一個同學忍不住問他 其實你知不知道我們那次在說甚麼 他回答 我知道 你們在說打而已 我覺得他是知道說甚麼 即是你覺得那個老師是知道的 即是跟學生打成一片好老師 打成一片 哈哈哈哈 是啊 喂呀 不打不相識 果然是 哈哈 是啊 現在傷了才能夠 繼續 好啦 好 繼續 好啦 幼稚園三歲班 有個小朋友有一段時間感冒 所以鼻子可能有很多分泌物 令到他一天到黑 在那裡瞪鼻子 還要是瞪到 入了忘我的境界 很少聽人形容一個三歲的 去到一個忘我的境界 所以老師都放棄了阻止他 去到Circle Time上課的時候 他依然是繼續在採礦 採到沒有聽書 我都已經開始眼火爆 所以決定叫他去拿一張Tissue 處理完之後扔掉 他旁邊的同學聽到 就很熱心地想幫他 於是就徒手 搶了個小朋友手上的鼻子 衝到垃圾桶裡扔掉 然後用很熱切的眼神 看著老師 想我們稱讚他幫助 而小鼻子的小朋友 反應過來之後 就崩潰大哭 一邊哭一邊說 這鼻子是我的 要扔都是我自己扔的 我都勾了唇 唯有忍著笑的草棕了時 繼續上當 P.S. 當一個小朋友手指弓和食指黏著 然後視意想給你一些東西的時候 最好不要折 因為有90% 都是想給你鼻子而已 什麼三歲已經會這樣 我想是個別的例子而已 但也經常會遞東西給你的 對 我真的想做到三歲可以說出來 他差一點還沒拍 只是拍檔而已 是我的 你扔掉我的 哈哈哈哈 很厲害 為了臂屎殺幾個人 哈哈哈哈 接著來了 Wiii 記得之前有一次上數學課 Zoom 老師是阿sir 都已經回到差不多年紀了 不知道阿sir是 不知道有miu mic這個功能還是什麼 公然在全班同學面前 跟他老婆說 之前買了一套情趣內衣給你的 不如今晚穿給我看看 哈哈哈哈 發聲很猥瑣 由於沒有miu mic的關係 全班同學親耳聽到 他以上所有的對話內容 照而不語 作為熱心做人的學生 我當然站出來 第一個提醒阿sir 阿sir 記得miu mic 先說其他話 他從此之後就沒有時間上課 之前開咪了 都OK啊 喂 來 上次吧 買給你 要停你收 哈哈哈哈 其實也不是很頑皮 很頑皮 你說過阿sir嗎 不是我看得到今天 所有的 有些都不關學生的事 有些是阿sir 而且我覺得保護朋友 所以要吐到街上也很厲害 都很痛的 你知不知道這麼高 按下去也有衝力 你猜不到粟米 可以按這麼痛 或者剛剛吃完的燒肉 哇 原來被燒肉按怎麼那麼痛 開得很害怕 我想想像 好啦 我們不要想像一下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CMS和按鈴鈴鐘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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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